提醒各位观众朋友自己的隐私全要注意 艺人杨秀慧最近就因为被盗用照片影片 而且被有心人士拿去盈利饱受困扰 因此他在脸书预告即将会提告 但他忍不住就重提往事了 他说先前遇到了变态的粉丝 想要报案却被规权要放弃 网友就炸锅了 这三重分局就紧急澄清 是并非同一件案件 杨秀慧也强调成败的原警非常有耐心 艺人杨秀慧直播上一再强调 希望粉丝不要受骗上当 不过脸书上一句不笑警长 这才真正引起粉丝的热烈讨论 仔细看脸书内文写的 其实是先前杨秀慧遭到粉丝骚扰 要去警局报案 结果警局局长叫他去泡茶 要他放弃报案 到信义分局想要报案 没想到却莫名其妙被摸头 但这回杨秀慧的脸书发文 其实是为了另一件事 不光照片就连直播影片 还有自创商品 通通都在网路上 遭到有心人士的盗用 让杨秀慧气的在脸书发文 要报案提告 同时也提了这件成年往事 拍索依规定受理 受理过程警员与阳明互动良好 同仁主动关怀 积极受理的精神也获阳明肯定 阳明表示 杨秀慧在脸书上 po出受理案件证明单 也在直播时再三强调 三众分局 中心派出所的承办远景 非常有耐心 中心派出所所长也说明 这次承办案件 的确与三年前不同 不过粉丝网友似乎不买单 记者综合报道